2月8号,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抗体治疗在武汉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,首批九例重症患者接受该项治疗。 江夏区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组长刘本德2月14号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介绍,从该院首批重症患者治疗情况看,效果明显。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,实行第五版修正版中,针对重型、微重型病例的治疗,在其他治疗措施板块提到,可采用恢复期血浆治疗。 刘本德称,2月5号开始,进行了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采集,来自江夏区中医院,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20多名新冠肺炎感染的医务人员在康复后10天,献出了自己的血液。 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血浆?我们这个疾病的特点,它是因为首先攻击我们人体的淋巴细胞。淋巴细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,我们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了以后,如果短时间之内不能自己重建的话, 就必须接触外人。所以我们借助其他康复者的血浆,因为这个血浆里面含有有效的抗体,这些有效的抗体能够帮助我们患者来对付这些病毒对拔器官的损害。 刘本德表示,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抗体治疗方法有效,但是更适用于中症向重症转化患者。 提及如何保证血浆的安全,刘本德介绍,这些血液均送往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科院武汉病毒所, 对该批血液做安全性检测并进行相关处理,将抗体低度过高和过低的不合格血浆剔除。 这个在血浆来源稳定,血浆的安全性得到保证,要一定要掌握严格的适应征的情况下是可以退款的,必须有严格的适应征。 刘本德呼吁,希望年龄在18至60周岁,确诊感染过新型冠状病毒,出院后身体状况较好,没有其他不适的患者捐献出自己的血浆,帮助他人。 普通专线300到500毫升的血浆对人体通过营养的补充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,康复者以后可以放弃这个顾虑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